美国西部时间7月29日消息 首部聚焦上世纪,上半夜 活跃于中国上海犹太音乐家群体的纪录片 追寻上海的犹太遗运 在洛杉矶日落大道的和谐黄金影院首映 来自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洛杉矶犹太社区和华人社区代表 以及上海的犹太音乐家的后人等 二百多人参加了首映仪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活动 今天晚上在这里展现八十多年前 中国接收了两万五千多名犹太难民的故事 而且在这个中间还产生了在上海产生了东西文化的交流 可以说这成为中西交流的一个价格 同时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心 我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这么一种品质 我们也希望在美国生活的一个爱人 能够继续会促进中美国好做事 谢谢 该纪录片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和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出品 历时三年拍摄而成 上海有协会长陈静 在致辞中说 终有两个民族在共同的苦难岁月中 团结互助 美美与共 结下深厚的情谊 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同价值的精彩诠释 其丰富的内涵 也融入了海纳百川的上海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郭绍春表示 非常欢迎这样以跨越文化沟通交融为主题的纪录片 在美国展映 对促进中美民间交流和友谊 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尤其难得的是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 著名的犹太作曲家 阿龙阿普夏洛木夫的孙子 大卫出席了首映仪式 他用生动的音乐粒子配合演奏 来说明爷爷是如何从中国音乐中汲取养分 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追寻上海的犹太遗孕 讲述了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 在上海活跃的犹太演奏家和作曲家的故事 他们长期在上海耕耘 拓展其音乐事业并培养中国学生 上海为这些犹太音乐家提供了避难所 也得到了音乐和艺术上的反哺 这部纪录片向犹太音乐家致敬 那些音乐家逃出大屠杀 在中国人民那里受到如此温暖的接待 并能在那里继续之前被摧毁的生活 能创作美好的音乐 并教授中国学生 对上海的艺术和文化做出了贡献 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后代 由于上海的接纳而获得新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